三十多名建制派議員去信立法會主席曾育成 譴責上星期五示威者衝入大樓 並調查是否有人涉及刑事罪行 主席曾育成說行管會明天將會開會討論 不排除會阻止不守秩序的人再次進入大樓 戴祖兒報導 上星期五有人衝入立法會大樓 抗議新界東北發展撥款申請 建制派譴責示威人士破壞立法會的管理規定 促請行政管理委員會嚴肅檢討處理手法 調查是否有人觸犯刑事罪行 並且建議研究限制嚴重違規的公眾人士 再次進入大樓 有些人可能進來的時候不講清楚 但很快就知道他們想進來示威 他們應該根據指示 迅速做到事才行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保安的政策和指示 應該在行政管理委員會檢討和清楚 他們又要求調查是否有議員助理 違反規定帶示威者入大樓 30多名建制派議員簽署信件 已經交給主席和行管會考慮 主席曾鈺誠說明白議員的關注 強調秘書處是按照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指引去處理事件 行管會星期二就會開會討論和檢討 不排除會阻止上星期 不守秩序的人再次進入大樓 我們是有一個規定 如果有些公眾人士進來立法會 有些違反我們指引規定的人士 我們是可以拒絕他進來的 我們會個別來看看 我相信如果一刀切 所有上星期五曾經進來 我們大堂的人都不讓他進去 這也未必一定是最合理的做法 至於是否追究刑事責任 張玉成說要翻查當日的錄影片段 以及徵詢行管會的意見再決定 NOWTV記者戴草業